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完美的天堂世界 你有没有了解一个社会分分离析的全过程 你有没有看过真正的社会性死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实验 将会给大家还原整个社会从诞生到死亡的全过程 1960年代早期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在马里兰州附近获得了一块农用地 其中就包括约翰·卡尔宏领导的研究项目老鼠乌托邦 这个实验也被称为25号宇宙 因为据说卡尔宏在此之前也尝试过其他宇宙的实验 25号宇宙曾经因为结果过于害人而饱受学术界的争议 简单来说 这个实验就是通过人为建立老鼠的生存空间 来观察他们社会活动和行为模式 之所以他是老鼠的乌托邦 因为卡尔宏为老鼠创建了几乎完美的伊甸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前提条件 卡尔宏总结了5条会影响老鼠寿命的因素 这个因素包括移民 因为卡尔宏认为在陌生且不利的栖息地 移民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受到死亡因素的影响 而且从数据上来说 成员数量从既定人口中删除 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死亡率 所以卡尔宏就用一个封闭的宇宙来阻止移民 他首先建立了一个1.3米高 2.75米长和宽的正方形场地 这个场地不仅能够增加老鼠的活动范围 而且让老鼠无法逃离这个宇宙 场地上方有43厘米非结构化镀星金属墙壁 第二个因素 卡尔宏认为资源短缺也是影响生物寿命的主要原因 因为环境资源匮乏就会减弱活动范围 从而导致身体虚弱 最终导致死亡和无法繁殖 那么卡尔宏应对的方法就是 他提供无限充足的资源 他把4个直径7.60米的管道和铁丝网焊接在墙上 在底部放了许多玉米芯 通向每个管道 而且4个管道和墙壁的开口处还放了巢箱 每个巢箱可以提供15只老鼠舒舒服服的休息 这样老鼠就能够爬过隧道表面 并且进入食物漏斗 25只老鼠就可以同时在漏斗上面进食 再向上爬一些 这个隧道外部装有4个水平的平台 每个水平大概可以供两只老鼠畅饮 而且在巢箱里面 卡尔宏还铺满了纸条 让老鼠能够拥有温暖的空间 这个老鼠的通道是个不受限的变量 但是当老鼠的数量达到9500只 食物的通道就会变得非常拥挤 此外256个巢箱大概也能够容纳3000多只老鼠 只要没有达到受限的数量 那么母鼠就可以一直繁衍后代 第三个因素 极端气候 卡尔宏认为极端气候也会影响生物的寿命 他的应对策略就是改善气候 比如说保证25号宇宙内恒温 大约保持在21度到32度的区间 而且室内也会降低空气流通水平 以避免热量的流失 保护生育的母鼠 第四个卡尔宏还认为 疾病也会影响大多数生物的寿命 由于异常高的密度 会增加疾病和流行病的可能性 所以卡尔宏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 来避免流行病的发生 比如沙门杆菌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无菌的宇宙 每次投使玉米星的时候 卡尔宏都会将其磨碎 并且清理干净 保证地板上的整洁 最后卡尔宏认为 捕食者也是影响生物寿命的因素 每种动物在演化的过程中 都会遇到一些天敌 所以25号宇宙中 是没有其他捕食者的 以保证衰老 才是死亡的唯一原因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老鼠的死亡环境 受到了人为的抑制 而且卡尔宏发现 母鼠的更年期大概560天左右 所以它已经在实验的初期 预测了老鼠的寿命 大部分老鼠大概会活80天左右 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80岁 有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老鼠乌托邦 于是老鼠社会开始进入数量的爆发式增长期 卡尔宏惊奇地发现 老鼠的出生率在不同的地区是不同的 有些区块新生鼠很少 而有些则聚集了很多老鼠 而且出生率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律 比如说双侧对称性 在出生率高的位置和最低的位置 呈现出一种镜像的对称 第二个他发现老鼠社会是有一种群体等级性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阶层老鼠拥有不同的出生率 出生率可以看作是老鼠社会地位的一个指标 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数是最活跃的 随着社会地位的下降 老鼠的活动程度也随之下降 在论文中卡尔宏称这个为社会速度 当社会各个组织都最大限度的开发资源 那么老鼠的数量就开始爆发性的增长 在老鼠增长的最高峰时期 年轻老鼠的数量大概是成熟数的三倍多 说明老鼠的社会结构比较健康 出生率远远大于死亡率 但就在这个时候 老鼠的社会悄然迎来了拐点 在315天的时候 老鼠的数量增数开始变得缓慢多了 老鼠社会正式进入了停滞期 在数量增长最高峰的时期 老鼠差不多每55天就会翻一倍 但是停滞期这个速度就缓慢很多 在一个正常社会 人口数量出生率下降的时候 有新的劳动力通过移民的方式来补充 但是在这个封闭的老鼠社会 并没有这样的移民机会 社会没有办法消化增长的老龄老鼠 而且年轻老鼠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留下来 在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中争夺权力 一些男性鼠在竞争中失败 他们身心俱疲 于是心理层面开始退缩了 这些老鼠就开始出现了诡异的行为 退缩的男性鼠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区域 变得非常不活跃 他们不再主动参与社会的互动 不和其他老鼠社交 对于那些社会阶层较高的老鼠来说 这些失败者好像是隐情的 这些失败的老鼠就用躺平的方式 来逃避社会的暴击 以及高地位熊鼠的攻击 然而他们这种逃避的行为 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 原因是这些躺平鼠越来越多 他们受到其他躺平熊鼠的攻击 失败者开始把怨气 发泄在另一个失败者身上 还有一些熊鼠由于需要觅食 他们来回走动 打扰了这些躺平鼠的私人空间 于是这些躺平老鼠变得暴躁不安 开始攻击其他的同类 而因为这个老鼠乌托邦是纯封闭的 所以老鼠们没有逃跑的可能性 受到攻击的老鼠 在下一轮就可能变成攻击者 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熊鼠 因为缺乏竞争者 导致他们维持领地和防御的能力下降了 这就影响了他们的雌性配偶 让不入期的雌鼠变得更加容易受到外界入侵 所以这些雌鼠也开始变得好斗 接管了本身熊性鼠的角色 开始捍卫地盘 雌性鼠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 越来越男性化 同时还误伤了自己的孩子 那些幼鼠在正常断奶前几天受到攻击 受伤 然后被迫离开家 雌鼠的角色认知也开始混乱了 他们的母性行为丧失了 很多年轻的雌鼠在分娩过程中被其他老鼠伤害 也发生了许多弃因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时期 不仅老鼠的出生率开始停滞 而且死亡率也在增加 然后雌性鼠的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了 那些躺平雌鼠开始躲到了更高处的空间 来躲避其他老鼠的打扰 老鼠数量增长在第560天的时候突然停止 在第600天的时候 老鼠社会中最后一只老鼠诞生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年轻鼠出生了 最后一次受孕大概是920天 这个实验进行到1972年的3月1号 当时的幸存者平均年龄大概776天 在这之后的两个月 最后幸存的雄性鼠也死亡了 也就是说25号宇宙成立的第1780天 整个宇宙灭亡了 一般正常的社会 当种群下降到少数剩余群体数量的时候 出生率将重新开始增长 但是25号宇宙毁灭的种子 在一开始就埋下了 在老鼠数量拐点的第三阶段已经无可挽回 所有年轻老鼠都过早地被他们母亲拒绝了 他们在没有建立足够情感纽带的情况下 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当他们搬到已经很密集的社会时 他们尝试和社会互动 但都被其他老鼠机械的破坏了 从社会行为来说 这些年轻鼠躺平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 未能发展早期的社会联系 第二 发展社会行为的机械干扰和行为分裂 第三 求爱行为的失败 第四 母亲的攻击性行为 在鼠群中有一些不愿生育和社交的老鼠 给他们取了个名字 美丽的人 他们从不向此鼠求偶 在鼠群中适时草戏 他们也从不打架 所以没有伤口和疤痕组织 因此他们的皮毛保持得非常良好 他们的行为主要局限在吃喝睡 以及梳理自己的毛发 宇宙发展的后半期几乎充斥着这种 无法繁殖的雌性和美丽的雄鼠 随着宇宙中前辈们逐渐老去 老鼠的繁衍能力最终由这些新生代 彻底画上了句号 虽然它们还在繁殖的年纪 但是已经彻底丧失了繁衍的功能 当老鼠社会进入衰亡期后 卡尔洪和他的同事 曾尝试将年轻的老鼠换一个环境 把他们放到密度很低的新宇宙 让他们能够接触足够的异性 但是惊人的实验结果发现 这些雄鼠几乎完全丧失了发展结构化社会 或者参与生争行为的能力 早期的老鼠个体在这个宇宙中 可以说进入了一点远 这里没有天敌 没有竞争 有的只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食物和水 空间还有资源 于是这些老鼠的数量进入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几代老鼠内可用的物理空间中 所有的社会角色都已经被占满 在这个时候 老鼠数量持续高存活率 让许多能够参与社会活动的年轻鼠数量达到顶峰 然而社会上潜在的机会越来越少 年长的老鼠和新生代之间形成了争夺和竞争 这种竞争非常激烈 导致老鼠各个阶层的正常行为几乎完全崩溃 年轻老鼠开始感觉被这个社会抛弃 比如母亲 异性和社会其他角色 生活在高密度社会中的个体之间 高接触率也是导致机械干扰 行为周期的中断 让这种社会早期联系进一步失败 这样的恶性循环 于是产生了老鼠社会匪夷所思的行为沉沦 在老鼠社会的演化中 社会交往的需求也被打破了 出现了类似自闭症的老鼠 它们只能做出与生理生存相适应的最简单的行为 按照卡尔宏的说法 它们的灵魂已经死了 虽然它们的肉身还在宇宙中 当与求偶母性造料 领土防御以及群内结构不成熟的时候 就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 也就没有生产 所以所有的老鼠成员都会老化 并最终死亡 生命的进化威胁主要是两种死亡 精神性死亡和肉身的死亡 25号宇宙先经历了精神性死亡 并最终引发了肉身的死亡 那么这种行为沉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也可以从占心学和心理学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的意识可以分成三个等级 也就是意识 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 潜意识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能够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 潜意识就好像是冰山的一角 真正水灭下的才是操控我们大脑的操盘手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具有能动作用 他主动的对人的性格和行为施加压力和影响 我们着重讨论的是集体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是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 心灵底层的积淀物 是精神的最低层 是人类所普遍拥有的 集体潜意识不是我们个人意志所能操控的 它不是我们后天去刻意学习获得的 而更像是通过环境遗传得到的 我们在一生中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过这些集体潜意识 但是它们却深深刻在我们大脑中 集体潜意识中包括了想法 价值 身份 情绪 偏见 需求 态度 信念等等 这些因素互相交织 最终演变成了外显的行为 也就是意识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个人意识 已经是从集体潜意识中淬炼而成的显化感受 集体潜意识主要有两种特征 第一它具有普遍性 它是集体的产物 也就是一个社区团体共有的一种意识 就好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锁链 把这个社区团体内每一元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荣格曾经说过 集体潜意识可能是遗传物质DNA中的残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识能够通过代际传播 也就是上一代的心理特征或者相关的行为能力 可以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小到原生家庭的行为模仿 大到一个国家的国运 都有某种复制的模式 第二它具有时代性 就好像我们星盘上的外行星一样 土星 木星 三王星 它们的星移抖转 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人群的特征 是无法复制的 甚至你可以从某些同龄人身上 嗅到一个时代的烙印 就好像这个时代独有的记忆和风韵 是其他年代的人没有办法彻底模仿的 这种时代烙印就和经历有关 而这些经历就造就了一代人共有的集体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在占星学里面 也可以用十二宫来表示 它浩瀚无边 神秘莫测 就像一个大海的海窗 无论如何都不会浮上水面 但是却不断影响着上面的暗礁 礁石还有岛屿 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遗忘的记忆 梦境和潜意识碎片 吸收的残留集体潜意识 最终将会不断引导和改进我们的行为模式 那么回归到老鼠社会 为什么老鼠们会发生行为沉沦呢 从意识的三段论上面 很明确的就是由集体潜意识的改变 造成了行为模式的变化 因为一开始这一小部分老鼠发生的行为改变 然后由这群老鼠的行为模式 慢慢改写了其他老鼠的潜意识 比如说男性鼠在竞争中失败后躺平 这样的行为让越来越多同社区的老鼠 感受到竞争是无用的 无法改写自己的命运 这种意识很快就在老鼠社会内开始传播 当意识流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时候 集体潜意识就产生了 这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变化 让处于这个时代的老鼠们拥有普遍同质性的意识 然后再通过代际传播 把集体潜意识传给下一代 一般来说 一个有外因的社会 外因会是一个改写集体潜意识 非常有力的神之手 但是老鼠的社会是密闭的 没有任何改写命运的可能性 当糟糕的集体潜意识出现 具有生而广的影响力的时候 那么就会通过代际传播 这种行为沉沦将会成为一种螺旋沉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期卡尔宏 将25号宇宙的老鼠放入新宇宙 也再无法将老鼠的意识扭转过来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面 他们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集体潜意识对一个社会有着神秘而深远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社会风气 一种人们普遍的心理价值观和认知 是心心向荣还是行为沉沦 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就扮演着操控人类行为的神之手 生命之术是社会的疗愈者 纵观卡尔宏的论文 对老鼠实验结果也透露着神秘学的生命 就像他所说的 只有当能汇集自己基因的时候 利他主义才是一种有效的进化政策 当一个社会无法再汇集自身利益 那么利己主义将是主要潮流 我们必须不能忘记 生命的延续依赖于过去信息的每个瞬间 我们之所以是我们 因为我们接受了我们的天赋 尤其来自于我们的基因 语言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系统 没有这些 我们将什么都不是 生命取决于规则 而控制的反面是死亡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受制于基因 语言和社会系统 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而发展性的生命 虽然它可能离完美很遥远 那么我们的一句 我们明その日司替挤 并不是